常年七十七、周六双数年 耶利米亚先之书二十六章第十一到十六节 二十四 玛窦福音第十四章第一到十二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日 耶稣基督 我们的世界很多时候好像是恶人得意兴盛 好人倒霉遭殃 广东人有句俗语说 尖尖嚼嚼 朝奸闻朝 忠忠直直 忠规启实 奸诈狡猾的人吃香喝辣 忠厚老实的人却甚至沦落街头乞讨 遇到不公平时 我们也会对天主抱怨说 天主 米究竟在哪里 米的公义在哪里 今天的读经毅力 我们看到中性正直的耶利米亚先知 好心劝告以色列人悔改以免遭受灾祸 但他却受到迫害 好在有沙藩的儿子保护他 他才没有落在民众手里而被处死 而在今天的福音 习者若翰也是劝戒分封王黑洛德而指证他的过 却反遭黑洛德和奸臣小人的杀害而投卢搬家 联储耶稣这从来没说过谎 没做过坏事的 也会被恶人控告杀害 甚至在十字架上时 从心底呐喊说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离弃了我 在这个好人倒霉 坏人吃香的颠倒世界里 我们也很容易动摇 放弃自己所持守的价值观 甚至同流合污 寻求短暂的利益而忘记永生了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选择 我们要选择像恶人一样昧着良心做事 还是选择像好人一样按照良心做事 前者使我们享受短暂的快乐 但是会让我们良心不安 噩梦连连 最后还失去天国永生 这是魔鬼要我们做的选择 后者则使我们衣食痛苦流泪 但是良心平安 睡得安稳 最后还得到天国永福 这是受苦的基督 要我们做的选择 我们要做忠心的耶雷米亚 还是要做迫害耶雷米亚的人 我们要做忠心的喜者若汉 还是要做黑洛德 我们要做忠心的耶稣 还是要做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人 我们要选择 暂时 还是选择 永远 我 都 我